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收看 来 欢迎今天的来宾 中金院副院长 王健全教授 老师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 国家委员委员好 大平安 政大外交事与副教授 王回博教授 好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美国国防部在12月1号 他们宣布成立战略资本办公室 这个部门的任务 是推动美国的私营资本 投资关键产业 扩大生产规模 来对抗中国在矿产 制药 军事技术 还有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而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 就表示说 美国现在正处在 关键技术的全球竞争当中 战略资本办公室 将会帮助美国赢得这场竞争 而华尔街日报则分析说 过去美国常常批评 中国政策性的补贴重点产业 但现在看到美方这项新政策显示 是不是现在也在开始 仿效中国大陆的做法呢 所以先请教黄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战略资本办公室 这个结合了国防跟经济的新政策 将来会如何改变美中的竞争架构呢 它这个东西在美国 真的不是什么太新的一种想法 因为如果我们看 譬如说二次大战之前 那一个叫做曼哈顿计划 制造原子弹的 它谁做的呢 它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 这国家实验室原则上是能源部主导 但是它委托给 譬如说博克莱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等等 大家一起合作 那这个曼哈顿计划呢 当时的主导是陆军部 他派了一个将军去主控这一个 所以国家出钱在大学 还有在特定的地方 进行这些所谓的国家实验室 那有些甚至像博克莱 有个佛罗伦斯国家实验室 做些什么 我记得好像超导体吧 还有新能源等等等等的 像他们就发现过反侄子 这种东西 这都国家出钱 然后博克莱 拜托你帮我管 所以美国做这事情 是从二次大战之后一路就做过来的 他以国家之力去培养那些最尖端的科学家 而且这些科学家研究 不要走到那种玄道不行的地方 而是要能够实际应用到 国家安全国防上面来的 美国就这样做了 所以国防部他这一次的这个做法 我说第一个不是新的 第二个呢 很明显 他就知道还有些地方它力有味道 包括像这些什么 先进材料还有包括像这个量子科学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新时代的生物技术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包括像贷款 或者信用担保 甚至国家的投资 或者是拉斯部门一起来投资 老师这个您刚刚讲到说贷款 还有包括担保 这个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说 分析师这样讲说 这是美国国防部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 国防部没有 因为以前像譬如说曼哈顿计划的 Los Alamos是能源部 然后有些是美国其他的部门 或者像NASA 那国防部确实少见 国防部以前他是有跟其他美国一些大学 进行比较个别的合作 这一次呢他透过公司部门 共同的合资或者是贷款或担保 他把这些他希望要培养未来重点的科技 他去找人你帮我做 而且你要照我建议的方向去做 好那他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最明显的是什么 最明显就是说他整个供应链 美国希望可以尽量让他完整 不要受到所谓的外来竞争势力的控制 那另外还就是说 他的办公室就在国防部长下面 所以以前国防部是 好今天是这个局在做 今天是这个司在做 现在国防部长一个统筹的 所以他统筹之后 他就可以更有整合性 更有系统性的去进行 美国这种国家安全战略竞争的这些做法 现在这个战略 就是说这个物资的办公室 就战略资本办公室 我看报导上面是讲说 主要在主导的是他的副部长 有工程背景的副部长 那么我想请教Ross 美国的考量就是说 之前看到美国也在批评 中国大陆的补贴政策 但现在为什么会开始 模仿这个中国的补贴战略呢 你觉得是模仿吗 还有哪些产业 有可能是这个战略资本办公室 在成立之后 要先锁定的投资目标 过去美国不只有批评中国大陆 也是长期以来是批评日本 或南韩台湾或西游国家 给很多不同的企业 不管是传统企业 或比较信心的这些企业的布贴 这是长期以来美国批评的一个证实 虽然过去美国也有 但是规模的确是比亚太和西游国家 比较少 而且我们美国以前 尤其是我们共和党有一个概念 我要描述雷根总统 他以前说英文最可怕的一句话是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我是来自于政府我要帮忙 所以我相信很多保守派的国会议员 虽然会支持这个补贴 但是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还记得过去 这个的确不是美国甚至更不是保守派 共和党的做法 刚刚黄老师说 这个补贴可能会focus在先进的材料 还有生物技术 还有粮子科学 quantum science等等 这样子的 新闻稿也有特别提到 他们要做一个阶段的桥梁 那就是从研发到商业化 就是commercialize 这个研发的结果 中间这个阶段是叫做Death Valley 就是在这个研发 死亡股 对 死亡股 所以他们说他们会投资很多钱 其实过去国防部没有 但是CIA过去也是有它的私募基金 也是会投资很多高科技的传统 就是做窗头之类的投资 但是他们规模是focus在他们需要的东西 不是在比较大型的一些武器 但是这个负责这个office 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副部长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副部长 对 他的background很特殊 他是 徐若斌 徐若斌 他是台湾出生 但是他是外甥人 他祝福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空军奖领 徐康良 对 徐康良 对 那政府来台湾之后 他们就随着国民政府来台湾 假如说他移民到美国去 所以很有趣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办公室 唯一的目标是对抗中国 没想到这个抗战时期的这个英雄 算是抗日名价 他太顺劳 就是要帮美国准备跟中国大陆打争 对 这个倒是蛮特别的 因为你特别找出这个徐若斌 他的一个背景资料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讲到了美国这个国防部 最近大家都知道说国防部 就五角大厦 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 这显示说中国军方正在积极发展 在2027年武统台湾的能力 这个报告就指出 按照解放军的战略规划 除了海空封锁 阻止第三方的干预之外 解放军还可能会试图登陆台湾 而为了要阻止 嚇阻第三方干预的能力 中国将核弹的数量 从两年前的200枚增加 到现在的400枚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标题上面写说 在未来 这个1500枚的核子弹头 就在2035年 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会拥有 1500枚的核子弹头 好我想请教委员是说 看到中共如果在2027年 想要武统台湾的话 可是这个 也就是大家讲说 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 可是必须要在哪些条件 都具备的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会发生呢 如果是就核弹的话 那应该是中程导弹 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建设 潜设 甚至是空设 那使得美国从关岛来的援军 不敢进入 这个是早就传出了说法 可是因为它的核弹不够 事实上这个400还有点高估 一般认为是350左右 那一般是估计到2030会有1000枚 那你这边是2035说到1500枚 那主要就是要防止美国介入 那就是说要增大潜在的威慑的力道 所以你如果真的介入 那你可能会碰到核弹头 就是它增加威慑的能力 对 那核弹不需要用在台湾本岛 要打台湾本岛 还是需要其他的武器 可是针对美国的威慑的话 核弹头是相当有效的 那这样的威慑力道您觉得 它有多大的威慑力呢 比如说你现在你听过了嘛 比如说东风41或者是东风17 那17是靠它的超高音速 可是如果它不是核弹头 它的破坏力道还是有限 所以为什么要开始 在一些具有中层射程的 一些飞弹上面改装核弹头 这个当然是威慑的效果是差很大的 因为只要被打到一枚 那就是受伤惨重 甚至于可能有一个基地就没了 所以美国就会更忌惮 它是不是要介入 可以看得出来说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发展 军武这方面是倍感威胁 那最近也看到在经济方面 其实最新的新闻就是 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总裁 乔治艾娃他表示说 下个礼拜他就要访问北京 跟中方来讨论中国经济防疫 还有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减免这些议题 其中呢 圣比亚跟这个查德的债务重整 会是这一次会谈的重点 而讲到这个经济 讲到债务呢 全球现在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当中 总共有60%的债务 是来自中国大陆所放出的海外贷款 因此呢 乔治艾娃呢也希望 这个北京呢能够重新调整 动态清零的政策 因为他认为呢 这项政策也阻碍了中国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 我请教王老师 这个IMF的总裁 这次访问中国大陆呢 在全球减债的议题上面 您觉得他能够成功的争取到 大陆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支持吗 因为这个叫做为什么要去减债 因为这个很多小国 其他的很多债务危机 其实也可能会引发 所谓的金融危机 还好现在都是小国 像比如说桑比亚 现在在170亿美金 过去的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这个孟加拉都算是小国 如果稍微扩散到其他国家的话 就整个大陆体 所以为什么他去败回这个中国大陆 那不过中国大陆 现在其实自己本身也有点困难 因为他的债务从2008年 占GDP的140 是现在提高到300% 而且他这一带一路 最近增加的一些不良的债务 也增加了三倍之多 所以他还是有点困难 不过他应该也会稍微配合一下 不过在一带一路的贷款 因为现在开始会有调整一些 比如说一带一路的2.0版 所以希望说我将来就是用 比如说我Build Operate Transfer 就是说我帮你盖 然后我再得到一定的一些使用权 最后我再遗传给你 另外一个他也希望提出一些条件 就是说希望这些多边的开发银行 开始就是也来配合 然后我新增的贷款 不是一个无偿的贷款 不是一个借款 所以他在几个条件之下 配合他可能会愿意 甚至可能比如说以债做股后 什么之类的 那有些好的条件 他想说我自己也有点困难 所以我也希望说 我当然希望帮忙 但是我也希望说各国来配合 而不是只有中国来当原大 我是想请教王老师 就是说因为您刚刚提到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压力 可是他现在当然毕竟 你看60% 其实他算是最大的债主 可是他自己也有经济上面的一些挑战 那要配合 如果是真的要给IMF一个favor的话 他会怎么去调整 说现在在这些债务问题上面的做法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 现在当然因为有些国家困难 可能度不过去 所以我现在把以债做股 然后有一些新增的贷款 但新增贷款要有一定的条件 同时也希望各国的开放进来配合 而不是只有中国大陆一个 single hand来调整 因为我虽然有60% 但是其他国家有10% 所以我一起来共同解决问题 然后我可以提供一些新增的贷款 但是你必须要有偿还的期限等等等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感谢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